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早晨 斯芬 昨天,大家都在京方完一天之后 昨天美股、港股都大跌 港股美市收窄了一些 今天夹晚在美股 在星期二的时候 很快又反弹了 道指升1%,报25898点 标普500升1%,报2878点 纳指升1.3%,报7853点 这个升幅可能都是由于 特朗普又说现在中国都返回谈判桌 还有得继续谈,美反面 又反弹了一点 市场传闻觉得美方方面 特朗普说中方打了给他 中方方面环球时报的总统 胡锡进在推特就说 没有人打给他 以他所知 没有人打过给美国 没有人打过给特朗普 夸大了 正常沟通炸 没有人说希望软化 和你去交易 所以市场上面曾经 美股高开之后一度 都稍微幸福收窄 美市亦再次扩大 如果去看 VIX 下跌20流下 虽然说是很恐慌 没有那么恐慌 另外看美股方面 例如美国 导致方面 弹二百多点 其实是代表什么呢 讲点数 就像是否又立刻无事呢 是否就大弹呢 讲回图表 其实就是在再上一个交易日 大阴烛底下 就开支少少的反弹阳烛 都仍是身怀六甲代变 而且前晚曾经低市到去 二百天线都穿过 很久起云 所以我想危机还未解除 即管又再听下 接下来有什么消息发布 至于其他的外位 如果有一些资产 有价也不太跌得很厉害 金价弹完后 都继续在高位 有微微跌了一点 但都仍在高位 继续高期 没错 金价方面 大家也可以看看 又是昨天日中 不知道是否又是特朗普 讲了一些风声出来 令市场的气氛稍为舒缓 曾经的一度稍为收窄一点 正是昨晚交易时段 冲高之后 稍为 都不算是倒跌 在前日收市位附近 是阴烛的 技术上 后面情有少少射击之声 都会跌少少 冲过之后回落 看看市场的气氛是否进一步改善 才能看到金价 很明显 过去大半多月 1500元已成为最新的承托 很大的平台支持 接下来 看到一些 煤价也有利好的消息 煤价也比之前持平 说煤价有止跌回稳的迹象 不知是否因为这个消息 刺激到一些烟气股 也会变弹 看到上升交额榜上有一个新澳能源 今天大程交额高开300% 报86元 煤气股近期都是强势的板块 有几个 昨天跟随着大市也跌 因为一直都升了一段时间 今天开始有得反弹 是的 应该是上星期五的时候 其实个别烟气股 包括一些市场 经常觉得是准蓝丑 中国烟气384 以至2688 新澳能源 其实都是突破了历史高位 结果上个交易日回得多 今天暂时反弹高开得多 这些开市位应该不难 站在较早前的高位 继续去突破 所以有货的朋友继续留意 是否会继续成为一个强势的板块 因为好几个 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2688 新澳能源是破顶的 另外还有384 384 中国烟气也是有破顶的 中国烟气也是在高位站着的 还有193华人烟气 这个其实会回落一点 如果要选择 就会选择刚才那两个 选择更长 相对新澳就强小一点 其实中国烟气价格是相对稳定的 上星期五也曾经破顶的 上星期五破顶 昨天下来打了额升 包括他今天暂时未能大幅高开 高位站着 接着看到近期的体育板块强劲 国家人民日报有发表推动体育产业 其实这个纯粹是一个口号式 我也不知道他实际说了些什么 就是为开展全民健身 发展体育产业 其实这个纯粹是口号式 但本身体育产业也开始越来越盛行 无论在国内还是香港 体育股也继续走高 加上近期出了一些业绩 业绩也挺好 看到2020安踏 现在开了62.25元 刚刚一开已经破顶了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应该可以继续看好 整体也是 虽然口号流于口号式 没有什么特别 是要有些很准确 全民去运动的时候 其实代表多少洗费 多少投放在这里 人们消费多少 没有准确的数字 不准确的 但问题是 证明国家推动这个产业 到目前为止 好几只的运动股份 都较小 有些出了业绩 而且业绩股近期也很多 现在就看几只 大家可以留言 想看哪些 我们下一节就回来看 今天有出业绩的 有新高较 2001 看到股价大幅高了6% 但我看图也看到 其实在低位反弹 业绩也挺好的 上半年顺利2.01亿人民币 按年增加3.4% 期内的收入就倍增 至到5.01亿元 增幅是92% 现在又迎来 因为8月底了 9月就是开学年 无论内地或香港 都是这样的情况 过往其实教育股 个别在9月份 都会有些行业的营运数据出来 到时看看 因为其实过去这半年以来 就以收入增长一倍 当中留意教育股份 很多时候都会看 校舍方面有没有多了 人方面是否收贵了 各样这些都可能会 导致收入有一个 以倍数式的增长 不过可能是因为之前 很多关于 尤其是小学、中学、K12 那些办学团体 还要是民营 有些制爪的政策 所以看到这股股 其实跟其他同业一样 都是挨沽 而且是胸头排列券 是的 看一只业绩都挺厉害的 242的信德 业绩挺厉害的 中期赚34.09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0倍 除了物业重股变化 上半年盈利34.04亿元 信德说盈利大增 主要是由于澳门豪庭都会的第五期销售大动 继续在中国和新加坡参与发展多元化地产项目 与其大部分项目在2020年就陆续推出市场 其实这算是因为上次有一个发售 带动了 所以升成10倍 这么夸张 但是股价方面 今天看到也很高开 高开得来 其实刚刚在250天线附近 250天线是2.76亿元 暂时未能突破住 看看会否有机会是靠着好业绩 可以先弹上去 这款是比较冷 880距下的880就比较多人看 澳门相关 其实信德当然大家都很明白 除了现在我觉得有两点 就是在物业发展方面 类似地产商那种认识 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相较去年同期 赚幅是可以去到10倍 但是较早之前 其中一个市场 觉得它利淡的因素 反而就是它的运输业务 因为最主要大家都知道 它营运旗下的噴射飞航到类的服务 随着又是广珠澳大条通车 其实它其中一个是受类的因素 广珠澳大条通车就是受类 是的 或者尤其没有其他的一些量点 基本上看看现在物业发展方面的量点 可不可以带回来 因为股份在高位3.6附近 4月这些位置又是变了空头牌 这种比较冷闻一点 看看这种近期破顶股 2128联数都出了业绩 业者方面上半年 顺利12.64亿人民币安年 增加2成1 这个增幅似乎增长 都算是一个合乎预期的 OK的增长 但就不算是很强劲 很惊喜那种 都算是不错 股价方面 暂时都没有受到一个 带太大的刺激 所以都是 如果顺利升21 我想查它的形态 盈起方面 当时不知是说多少 因为我记得这种股份 是最先的时候 因为盈起 吸引了很多散户 包括在财经台 包括在WhatsApp 不断问这种股份 它在之前也不断破顶 暂时还未找得回 但是就看看股份方面 可不可以继续强势 我们在节目里面 曾经都交代过 它们叫做利好的因素 这种股份 相对当然是强势 多头快力 就算你说业绩有没有因此而利好 股价可不可以突破也好 我相信这种股份 都可以走很远的 现在已经开市了 暂时升了1.4% 和刚才开市位 暂时仍是比较接近的 今天就高开一点 高开三十几点 算是近乎平开的 开25,715点 暂时报25,707点 和昨天收市位仍是差不多的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就看看大家的留言 稍后见 2020年收市位仍是4.2% 另外刚才有提过 看看股份 不知道是否真的适合口号 口号就有人找了 2020年安搭 暂时升至4.2% 不如看看碧桂元 好 碧桂元 中司现在股价开始有点 转回来 不过当然 你可以预计昨天的阳烛 当是一个双底型格 今天开市位 大约10元齐头 有机会形成颈线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以再看多一点 不过不是很多 就是看6月6日的一个低位 当时的一个叫双顶的颈线 就是10.3这些位置 10.3是一个短线目标 上方其实也会有压力 是的 第一关就先冲破这边 因为股份也在低位陪会 没错 不过内房始终也要继续关注债务的问题 还有人民币方面的贬值 人民币好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底 事实上更加不应该去估计 都跟大家说过 当它是股票那样看得到 总之它穿了7元 就等于脱了底 穿了底的股份 你没有什么必要特别去估计 它会去到哪 现时利安价步 人民币对美元是7.1532 7.1532 当然一听就知道 距离7元已经是1,500个点之过外 甚至昨天最低见过7.1833 很恐怖 现在成交额榜上有个也接得挺多的 就是中烟跌4% 报到23.8 这一只都是近期破顶的半身股 今天就回回少许 因为就出了个业绩 上半年顺利是1.306亿 按年倒退了三成 至于这个期内收入就跌了2.9% 毛利就按年跌2.4% 现在这样升到这么厉害 目前的PE就已经大约是50倍了 今天就暂时跌4% 但又未算是穿底 如果看回之前说的支持位是22.3% 暂时就没有太失道 其实也继续在26.9毫半 也是历史高位 暂时都是上上落落的 看看资金会不会失望到要穿22.3% 也有点危机 因为业绩上不是高增长 是有少少倒退情况 纯粹如果你说憧憬 因为下个月9日 即是9月9日的时候 股份就会正式纳入恒生综合指数的组合 即是成为成份股 指数成份股 这个是通的必备条件 即是深港通、互港通 将来什么时候通呢 有些人都会问 港交所这方面 应该说恒子服务公司的宣布 9月9日将股份纳入 但是什么时候通呢 这个不是港交所 恒子服务公司的事 什么时候通呢 是要有待耶法罗 即是上交所或深交所 有关的讯息是由他们发布 所以正路是会的 不过正确的时间方面 我想大家仍然有些期待在此 好 业绩股都看不完 终于看看会不会之后有些支持 现在快点看看大家的问题 我看到有两位朋友都想看6098 妈生生就18.9有货 是不是都hold呢 Caf就说6098五手如何 是不是现在追 什么叫五手如何 他意思是想买五手 当然了 现在是否追 我会觉得 又是无谓股顶 不过来到这些位置 是有多少超买的 不过他没有背持 这也是健康的 成交亦是大的 只可以这些 我就会分住做 如果影子去迷他的话 可能是高位一注 如有回落一注 因为又是 你没得怎样等 除非你真是说 好像7月底8月初的时候 随月市急跌的时候 如果你那一刻做到 中的 也OK 又这么说 马后炮 因为我都没有想过买它 所以确实是马后炮 因为如果我是的话 我自己中了进去 昨天我记得 Caf就说20元 可以买也没有机会了 这位曾经试过 在低位做回双底颈 那时大约18.8月 不过不要紧要 现时有现时的对策 不能够恨 何时能够下去 对策可能就是高位买一注 等回的时候再加 不建议即客会怎样追 我就不会 不要太过心急 但有货 现在这么厉害 当然要继续 没错 昨天业绩后 还有另外一只 是269.6成 6成 今天的反应都蛮OK的 都升2% 因为昨天受惠的业绩 他也说到上半年业额 升了25个百分点 顺利升了2.2个百分点 业绩OK的 早前亦有盈起 所以跟手股价 现时都有他的 当然质素未必可以比较 管理规模 其实六成是第一 碧桂园再长大一点 可能就会争到第一 又这么说 他也有他的箱底 你会不会去捕捉 去捕捉 就是你的事 如果他后市 升穿6.8毫半 都是他的箱底突破 然后Po就想说 3813和2319 看什么位置 3813这两天就回回 昨天收2.3毫半 现时亦是2.3毫半 如果你要上网的话 就先看前顶 2.5毫半 没错 如果从股价上 就看回支持高位 不过是否亏了气 这浪升上去 成交是配合的 RSI就没有升上去 如果你支持位 都是2元 大约2元左右的位置 2元是中线的支持 留意如果2.3这些位置 较早之前 现在都不要再 走过去 半个月 如果2.3毫半 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失败 对 直接就要转小了 这个位置 我再设计粉红色 其实这个位置 前顶2.3毫7 现在守不到 都是属于突破失败 你看看 即是有一个buffer 2.3毫7失了 就不要失2.3 如果2.3毫7 就像昨天所说 可能会下跌2.1毫多 可能会下跌2.0毫多 所以大家就自己审慎 它的另一只2319猛牛 今天都有升1% 就报32.5毫半 它旗下有粉持股的现代木业 上半年就出了个业绩 顺利1.249亿 就转亏为盈 去年同期就是亏损1.4亿人民币 是的 1.17出了业绩之后 暂时现在高开 应该说高走一格 0.9%的百分点升幅 由于蒙牛也有持股 其实现代木业之前 也是贵了股 比一间新与业 所以可能蒙牛方面的持股 有少少贪薄也未定 最主要看它自己自身的业绩 其实现在的走势也挺好的 可以的 也是多头排列准备破顶的格局 这个就可以继续保持 等它破顶 顺便留意1717奥优 因为曾经何事 奥优就回落得很强 最主要因为奥优被沽空机构追击了 所以便洩气了 十天二十天线 是插穿五十 插穿一百天线 已经由一个多头排列 都变成半空头 事实上 这只股份无谓贪便宜 如果与业股 我看见仍选回蒙牛 也选回蒙牛好一点 没错 然后Tony就说 1789是什么位置加注 不知道它是1789还是1787 1789是外康医疗破顶 我猜它可能问这只 刚刚昨天出了业绩 现在升近一成半 报六个二毫四 非常之厉害 半年顺利 1.3人民币升了八成一 业绩方面厉害 现在是高开高走 暂时正在做日期 六个二毫八附近 多少钱加注 因为股份现时 已经是一个历史高的 收市 应该不可以这么说的 在挑战中 挑战中当时18年 18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顶位 如果量度给你的时候 18年就是 6月13日 当时收市价6.6毫半 即是说现价 我认为你继续一继续 一定继续的 就看6.6毫半 如果加 老实 因为你冲破了5.7毫半 就看6.6毫半 所以目前我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策略加 6.6毫半是你的目标 後市就不要跌穿五個七毫半 五個七毫半是甚麼呢 就是上年在第三季時的支持位 嗯 好 接著我見到兩位 Ken 和Emilio 都想問順宇2382 Ken 想買 因為入入之前就出了 Emilio 是投入的 今天出音就投入 投入可不可以保持 他本身仍在保持 我覺得他暫時就似乎上升 又衝不破 又沒甚麼力 跌又跌不下去 我覺得又不算有一個明顯的方向 我覺得買就未必了 現在都有陰足 除非你再下一點 譬如昨天真的出賣一百元 就見到很多買盤支持 但現時就未到一個很吸引 或是很有力的水平 如果你說現時仍在保持 我就覺得不好 但如果他本身已經保持 那就多看一會 即已經有貨 至於我的看法 當然未買的話 封位買 因為都是詳細 我看可能約莫九十八 九十九 九十九元的位置 做回昨天的低位 昨天的低位基本上如果不算的話 應該都有一個承托在 你說PUT的話 就報回昨天的低位開始 九十七四號半 他昨天就說錯過了那個低位 沒有的 企倒高的其實還好 不過今天陰足 不要急著買了 可以留意 因為是中長線多頭排列 如果PUT的話 我都是看昨天的低位 九十七多 九十五附近甚至一百元 我都是由Day1開始投入 我都認為不應該投入一隻強勢股 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的恆指波幅不太大 正在升十三點 報二萬五千六百九十六點 看來恆指也要在這些 二萬六附近又要增持一下 之前就在二萬六千二百點附近 現在一級又下回二萬六的罐口 輕輕的報告給大家 記住這裡有個列口位置 二六零至二五七 目前現在彈一下彈一下 究竟上不上到二五七呢 真的留下了上面的五天 成為一個倒影嗎 大家自己要留意 好 這次時間到這裡 我們就中五十一點四十五分 回來再跟大家提示 拜拜 拜拜